李女士与王先生结婚18年 如今李女士来到金牌调节 就是为自己的婚姻做最后的争取 可是不管李女士做怎样的努力 在丈夫王先生这儿都完全不奏效 完全所谓不正常的状态 从去年七月份开始 夫妻俩就开始了同一屋檐下 分房而居的生活 妻子王女士在丈夫眼里就像是空气 没有交流 没有对话 连电话 信息都一概不回 可以做到如李女士所说的 杜绝一丁点的沟通 对此王先生回应 他这么做就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妻子同意离婚 听事反正我们现在已经不说话 而且已经分开了我女士太多了 到这种地步已经真的 没法挽救了 在王先生的眼中 自己的这段婚姻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了 那么一心求和的妻子李女士 到底做了什么让她无法忍受 而她又为何把沉默当作武器 与妻子抗衡呢 调节马上开始 各位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节员白颜艺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女士和王先生 首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婚姻 就是到了这种地步 已经无法持续了 女人就是好和好善嘛 是离婚的意思吗 对 李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最大程度的还是想挽回我们的婚姻 虽然之前有过很多不愉快 但是我还是 很想经营我们自己的家 我们的婚姻 现在主要是她 不同我沟通 很抵抗 她可能是想离婚吧 在一个屋檐底下 只是分房睡了 去年七月份打完那场价之后 分居到现在 那同一屋檐下难免就会有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 你们会有交流吗 基本上没有 同一屋檐下的 以陌生人状的状态才生活 差不多 我觉得更轻松了 王先生为了离婚 在生活中以极度冷漠的姿态 与妻子李女士僵持着 在调解现场 王先生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就是去年七月 就是那一场冲突 让她过上了 把妻子当作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生活 那么去年七月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让曾经的爱人如今形同陌路呢 就是去年七月份 因为我是搞装修的 然后就是通常是直接问东家 要拿工钱的 那个时候说实话 她都还怀了硬的 我是叫她在家里的 但是她不要跟着出来 其实她去跟我一起去做事 是没多大的帮助的 只如果是她跟着我去做 她也就是说 能管得我的钱 这种做法已经很长久了 我也很压抑了 不是她那些陈述的 我跟她同时接问到现在 就是我从七月份去找工作 是单独做 以前都是跟她在起早团台 跟她在一起干活 哪是去收钱的 牵涉到节钱这个问题 或者管钱这个问题是 管钱是我管的 但是后来有些那个微信转账的事 也是有转在她转账啊 你知道她对这个不满意吗 那是只要她知道我一笔 转了一笔钱 那是又要打一趟的 你觉得你前面什么时候跟我说 有时候别人没有陷阱 你只要接了账 她前面不说的 转账那转了一次 我好勾掉 那肯定到家又要打 她就是不说 等我发现以后 我肯定会不高兴啊 你接了我又去接着算什么啊 算人家的笑话啊 她就是很抵触啊 她对我一根要有仇样 我什么话也没说 我只是不高兴 可能表现在脸上了 她能感觉到了 到了晚上她就开始 闹事发脾气 最后打架 有由头吗 比如说因为什么 还是说直接就说 就说我不高兴你 为什么不高兴你 她不是还怀着孕吗 我应该知道 她要打我又没办法 有伤到她吗 伤到了 最后留了 这让我很深信 如果你稍微 你有一点家庭关系 有一点这样的作为 你能在这个 对自己有这个要求的话 你不可能会那样去做的 我认为她没有把我当孕妇 如果是孕妇 我的孩子会掉吗 你会冷了吗 你不会 你前打脚踢 把我拖在地下吃惊菜 她说她是你挑起来的战争 是吗 你在某些方面 能跟我好好勾 能好好说 然后你自己大大钱 就把我拖在地下拽吗 她怀孕了 我没有说要打她怎么样 而是说她打我 她说的有一点没错 如果你们是正常的夫妻关系 在妻子怀孕 有孕再生的时候 天大的事情 都不可能发展到 那么恶劣的地步 是她先动手 而且越打越厉害 然后我猜那个 你们每一次都会发展到 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吗 每次都会 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 你们就 对 我很深信 然后我就跟她分开住了